我已经提前把它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吃这个非常的简单 用开水泡一下就可以吃了 水开以后我们把它倒进去 烫10秒钟就可以了 好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烫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掰开 这个就是要吃这血冷冷的 好 这个汗子我已经剥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先放一边 来做一个蘸料 其实这蘸料很简单 切点姜末 再来切点蒜末 葱切成葱末 再来加点海鲜酱油 再来加点橙醋 搅拌一下 这样的一个料汁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这道简简单单的汗子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不喜欢吃那么生的也可以